从下个星期一起,年满30岁并在6个月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新加坡公民、永久居民和长期准证持有者 可直接到任何提供莫德纳疫苗的接种中心施打追加剂,无需预约 包括早前首两剂接种了辉瑞疫苗者 卫生部上个月对疫苗追加剂的有效性展开研究 研究对象包括68万名完成疫苗接种并符合施打追加剂的年长者 研究发现同只接种两剂疫苗相比,施打追加剂之后感染冠病的风险进一步降低70% 患上重症风险则减少90% 自我国开展追加剂接种计划以来,已有76万人注射追加剂 截至星期三,八成符合接种追加剂资格的60岁以上人士施打了追加剂或预约接种 50到59岁年龄层人士则达到92.7% 30到49岁年龄层为75% 由于莫德纳疫苗接种中心有足够能力应付接种需求 从下个星期一起,30岁以上符合追加剂接种资格的人士 可前往9个莫德纳疫苗中心施打追加剂 首两剂注射辉瑞疫苗的人士也可接种莫德纳追加剂 另外从今天起,有意接种科兴疫苗的公众也可上网登记 预约到莱佛市城会展中心的疫苗中心接种 从明天起,60岁以上年长者则无需预约 能直接到莱佛市城会展中心接种科兴疫苗 曾经然是一种突然经历,20岁,20岁 Scam